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开始 请全体生成台湾 文哈地主 肖立合战 赞业 无相信心美妙法 一千万极 咱做母 莫金建文 吉祥祀 愿改如来 真实义 共赞 为心 姓道 宗族 上分下园 大山寺 率领 文哈地主 重定 共享台湾 祖师 祝幸修 名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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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风鸟 还有落 郭尖 大臨安 憲哥 基求龍花和平 憲轉 憲修圖 基求世界應和平 憲修眠 共讀著文 共讀台灣祖書聖誕 憲恩文書 學育志心 憲恩幾萬 台灣 台灣 世界和平民典 地球是萬省萬省 秀興道長 民心是生活的忠憲圓 人心是秀興 共讀本 我佛祖筆 加持守候 台灣人民 團結一心 強修台灣祖書 都不愉快 社會 和平 政策 強迫 共會 破搖 三千代千 世界人民 尤其 於 中華文化 憲 憲 衍 所以宗教心法 深究衛生文化 保理人天 共存天下太平旨本圓 五百尊者 規極樂 雲敦 憲修 永憲中 正期待時 印 佛心 集落盡頭 妙松陽 婚婚 董哈 呂本苑 萬五祖書 力家齒 共度尊者 改勝佛 生就 天下一家親 金鴻祖書 勝財 福天同情 天人 董歡 婚婚 順利 為心地主 學會 代表 休 火 國 傳 祝修 既願 佛國 食材 消災 化狗 天下太平 龍化英 和平 一位 本願 為心地主 婚婚 合會 代表 求心 天文 歲廠 大新年 正月十五節 我們現在來請我們校長 來跟我們開西 謝謝 我們尊敬的師父 師父 感謝你 感謝你 我們在座的來賓 我們自己的師父 師母 所有的同修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近歲來共享祖書的職業 超過三十年的時間了 三十年前 我就跟師父 一路來到這個地方 我這幾萬年的時候 我對台灣祖書 無聊解 那當時 師父說 每次都在介紹 我們台灣祖書 這個偉大的事蹟 和素人尊敬的受傷的方法 我都一次一次 一直聽 聽到我心裡都很感動 師父 是一個非常會知恩感恩的一個師父 你每次都跟我說 我們為神聖教 今天有這個聖教 都要非常感恩 台灣祖書 有台灣祖書 才有今天的為神聖教 我就明記在心 我就常常有法會 我都會依照師父 跟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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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請台灣祖書 跟師父 講念師 一路驚來 維新生教本職 台灣祖書的教師 和對臺灣人民的貼心 我們都知道 臺灣人民 從最近教導臺灣人民做主 你知道嗎 臺灣人民從英國以來 都受到 國中外來的政治的統治 對臺灣人民的努力 和脫海 這人說說不完的學歷 臺灣做主 鋼臨臺灣 看到臺灣人民這麼沒有尊嚴 這麼在人家走壇 所以再來開始救助臺灣人民 讓臺灣人民今天龍台頭 讓臺灣人民開始立於世界之地 師父開始 臺灣是一個發展 它是南北種種 當兵有一個中央山脈 形成一個XYZ的大體力 臺灣因為當兵 還是大大山的當兵 所以叫做木火通明 臺灣的人民因為有尊嚴之後 臺灣的人民開始地灰發露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臺灣的富國神山 叫做台積電 再來 現在上行的叫做AI 全世界上京的三大巨頭 AI巨頭 都是出事在臺灣 都是臺灣人 應驗到師父 在三四十年前就開始 臺灣這個地理 會出很多有地匯的人 來貢獻這個地球 一步一步 我緊隨師父 這樣走來 感恩師父帶領著 以臺灣祖書的精神 帶領到現祖中修 共同來為國首都 為民旗號 為天下太平來努力 這是有夠 師父人感恩 和聰明充滿了感恩跟希望 在這裡祝福所有的同修 大家繼續向前 跟隨臺灣祖書的精神 來邁向光明的前途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一切吉祥 也非常感恩 我們的蘇吉公 和平台 我們非常的感恩 他帶領著動修 來台中道場 來給大家帶來健康 我所有學生 都來這裡參加他的團隊 身體都帶來健康 在這裡再次攻向 師父說 感恩跟口謝阿彌陀佛 謝謝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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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我在台中在教的這些氣功 很奇怪的名字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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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贾成年 我现在要去上的这堂 天龙八色的第二堂 基中 像第三色 叫天龙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去承受到 感受到 也要真真正正 去认识到我们祖师的遗心力 祖师教这堂工夫 我们这堂工夫在过期 还没问世的时候 我把他用整堂工夫写着论文 送去北京 迎过评鉴 评鉴之后呢 我们的天龙八色的气功 很感谢 很感恩就是 年载 年载 有七年我们都是得到全世界第一名 这个 很感谢 很感恩 那时候我比较年轻 如果像我现在七十几月去 可能要表演 不知道 年载 年载 我就不知道 当时的气魄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第一次进军去北京 这个世界平台的时候 我去就是这样 简单表演 表演好的时候 是第四名 第一次 第四名 我来很感谢 我们的第四名 完全就是 我 跟那个专家说 什么叫气功 什么叫真正的气功 气功 如果咱修在那里 这大家都会跳舞 气功 对吧 所以 真正的气功一定要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 就是特殊的呼吸 你懂得把气引导到全身 你很快去走的地方 你带的狗 你可以把气带动到那个地方 那就是气功很高的境界 第二 气 如果饱的时候 它有很多特色 其实都真的有点 第一个 气薄 不是气了饱 气如果烈有饱 你就会比较 所以 如果你很不容易的时候 不用吃饭 有什么事情 再来 气如果好 精神好 就不用睡太多 所以我一个人都很不容易 工作很多 都怕做不完 原来就是好材 以前有人就气功 所以我就 真的很感恩 其实我们师父 最近我有看过 他有很多著作 师父对气功 是有相当研究的 是有相当研究 第二个气功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心 就是你的念头 你的思维 所以思维 是最大的力量 我们都要先想到 我们都要先想到 才能去做 所以 念力 那叫念力 后来 我跟他说 有很多人 我练很久 练气功练得很久 但是 你厚的人 不用连那个地匪 因为他的思维不一样 他要用的很简单的方法 做出很大的效果 其实 祖师爷 在那个年代 他又吃了很坏 做了很累 挖到八十元 没开了 还要挖到公子 那个精气神 就很厉害 最近 他有 给他教 两部妙法 不论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妙法有得厉害 就是 几乎 所有的 你想要的 要联面的 这个正面的思维 他都有 我刚才多记得 你知道 祖师要教这两个妙法 一定很不简单 而且也很坏 我 要教您 天用八十 就是想说 他的动作 其实不是很简单 待会我们 时间有 跟大家分享 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就好 祖师 告诉我 注意听 这两个妙法 传给你 要好好去应 哇 我的心 跳起来 很期待 我在想 这个妙法 这两个不简单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才能够去 我就聚精会神 他说 你不用这么丁 这个妙法 很简单 所以 现在在这里给我们分享 祖师给人 妙法 两宝 这么简单 第一宝 师父 尽情声音过 他说 四个妙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能够放在心肝里 可以黏出很多音 祖师弟的时候 他跟我说 那时候我叫阿公 他说 因为他的台语跟我们不太相同 他说 阿弥陀佛 不是有咪陀佛 是阿弥陀佛 他说他真正名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说没有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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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第一宝法 你就常常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四个妙就好了 我听他说 这么简单 让我紧张到 不知道要多拍二 原来这么简单 但是真的很好用 所以 我们在紧张的时候 当你急的时候 你是真诚的 你呼喊出来的那种力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看 孩子可以叫什么 去隆到你听他 他就说阿弥陀佛 第一个要叫妈妈 对不对 搞到他学好 他就叫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每一位出家人 他第一句话碰面就是阿弥陀佛 那我看到我们维新圣教 所有的贤士同修也是一样 看到就说阿弥陀佛 这很不简单 跟我们分享一个很大的故事 净空法师已经走了 那以前我常看他的节目 最近都专门看我们维新圣教的节目 这个净空法师 他在美国西雅图 他有一个大厨 他有一个思绪生的检 很虔诚的 但他都没什么钱 他就去买 他知道 师傅要去美国团队 他就买到旗票到 纯一点了 他要去那大厨 很贵的要怎么 他就买到去做一间很小的厨 很小的厨 结果他做好气的时候 去到美国 一看 喔 这间厨 哪有这么大厨 这么漂亮 别墅 他又坐一台卡打车 那后 踢卡打车去听厨 听十五岁 他说好有效 住这间住一家很省 还可以踢卡打车 结果第一晚 起来的时候很累 十二点不够 他就要睡了 他就看 喔 里面有三斤 半斤 一斤最漂亮 最大斤 睡一斤 倒了 是他睡了 十二点一够 他里面过一个时钟 轻轻一种 他耳朵听到 说十二的 他知道十二点 所以你睡了会听到 结果他发现不对 他的肩 有一个人把他扭 他睡不着 眼睛踢开一看 有一个 肚子站在头上 把他扭下去 我怕一下 哇 这一斤非同小可 这个一定不是人嘛 他还不是普通的 整个羊鬼子 叫他扭下去 他就把他扭下了 不好意思 抱歉 我不知道这间 你的办公室没有睡第二间 睡第二间 一睡早 他那个羊鬼子又出来 又把他拉下来 三间都一样 都碰到同一个羊鬼子 原来是鬼屋少爷宿 他说要怎么 叫他扭了 没人睡了 所以每天都要早睡 但12点到 那就走出来 他就背起来 背起来 他里面很快的 会扭 他情急之下 第一句话 阿弥陀佛 那个羊很大声 诶 羊鬼子听得懂 拿下来笑 哇 这个好用呢 他就开始念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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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五点 那羊鬼子就消失不见 哇 原来阿弥陀佛这么好用 第二天 第三天 年载都这样 后来他和平共处 羊鬼子本来面目可正 面青面烈 起来念到第十五六天后 羊鬼子听到阿弥陀佛 脸上比较温和 他去听经的时候 他旁边的同修就问了 陈师姐 我看你气息很坏 你是怎样 你都没有你睡 他说你不知道 我当然这样已经很不简单了 我还没钱 人家一拨越来越多 所以我就在那边拨 所以九到二七八天 一拨要到 他跟羊鬼子和平共处 而且呢 把他度化 那时候净空法师跟他说 他说 阿弥陀佛 跟他说 如果你一心一意 一心不乱 十天十夜 你每天这样不断的念 功念 阿弥陀佛 你就算 你的辛苦有很多败的业 也可以代业往生 所以你要想看看 他在那 年车 二十几天 每天一心不乱 非常精进 特殊的精进 念阿弥陀佛 所以 师父说 够大了 你这拨很够大了 你一定往生西方 所以有到这个羊鬼子 这是什么呢 这叫 逆的上缘 逆争上缘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 碰上 不如意 不好的时候 你都要记着 一笑置之 没有一笑 我们要苦笑 苦笑也可以 最重要的 阿弥陀佛 所以 纪念几生阿弥陀佛 这个第一个妙法 是我们的祖师团 还有第二个妙法 他说第二个妙法 比较短 比较短 本来 四季阿弥陀佛 第二个妙法 也不简单 也很简单 我们大家都会笑 叫做什么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是大事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呢 跟我们一般的菩萨不一样 他 他说话 我们要用听的嘛 我们说要用听的 他不用 他用看的 所以他牵手牵眼 每一支手中央都有一个眼睛 所有的方位 东西南北上下虚空 他都看得到 他能够照见五蕴 你只要全程的 台湾的观世音菩萨 这是两个妙法 周师团这两个妙法 让我眼神 我们看到我们伟大的师父 他行脚四十一年 师父教我们非常多的妙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妙法总结 我们用很简单 我们用很简单 在我们师父的身份 我们看到的 我们可以 好听阿弥陀佛 好听观世音菩萨 我们也要恭请我们的大智圣王残老族 对不对 奥陀佛 再来 我们看到感恩 感恩的师父 也是展现出来 谢谢 我们公请师父跟大家再讲几句话 我们为大家是说 刚才他这个招式 不是普通的 我刚才要弄下去 我就打下去了 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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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想起来 我的脑筋痛 所以各位同修 要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就来 他一直跟我们传起功的妙法 到代表多久 我们有时间的同修 爱好身体的人 我们在台中到场 我们在台中到场 那个中庭 在谷祝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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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致 他就说救人不只救自己 救自己不只救真正正的家庭 阿弥陀佛 当时我听了一句话 我要伴姓伴姓 后来赔得很艰苦 我才认真念阿弥陀佛 所以刚才我们是不是说 跟我们说政风大师 杨伟茨 面前面要扭下 那很客气的 他没有受认 面前面要扭下 我没有受认 他会终于我生活 幸福来面 我还没走 那人很好 所以我会认真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三个月 我平正好 到现在来四十多年了 我为了当生 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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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那可以 阿弥陀佛 要叫去自己 就是本性叫我正神 那么观世佛萨 就是行都行走 观世佛萨 我们人人有什么事 要求观世佛萨 求阿弥陀佛 你叫他叫伯母 伯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只有一位大菩萨就是观世佛萨 观音大事观世佛萨 他牵手牵连 他有神通力 这可以救人帮忙 我们有抵护 还不适合 所以我说 他要将这个妙法 把他融缩起来 叫做伯母阿弥陀佛萨 伯母阿弥陀佛 伯母阿弥陀佛 道达 内在 大智慧的彼岸 阿弥陀佛 你又叫伯母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要找一条路 道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 我们有一个尊严 别好伯母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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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 世间流传 别好伯母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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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 十几一年到 我早就跟国家开支 别好伯母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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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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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会计系的博士 现在在美国的教书 这就是应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跟我做三个集合为一 进入我们的心田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来感恩 台湾祖师祖师爷的圣诞 祈愿祖师爷家属台湾人民世界人民 大家内心都会练 大家一起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佛镜土 那人生就没有苦了啦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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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在叫做龙凤宫里面的一个谢妈妈 谢妈妈是台湾祖师的女儿 那时候她都还在这里 这位谢妈妈师父去见她 她就跟她开始说她没有病 叫她发愿 所以师父常常讲这一个故事 师父就发愿说要帮她见事 谢妈妈说我不见事 首先她买水果 谢妈妈说你拿这个水果就要治病 那时候师父就去拍摄 说好了这样 我拿十万块来起死 说我没要起死了 那时候师父说水果也没来 那钱也没来 到底要什么 那师父还要 笑几宝之后 才想说啊好了 天下太平了 那时候师父就会发愿 你知道吗 那时候谢妈妈说 这样不太对 这样啦 就是这样子 师父常常跟我们做这样子的开示 这位谢妈妈也跟师父开始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己 就是在这里的住持 她本来不是在这里哦 她本来在室内 在座来 要在套体处 那她来这里 这个地也是师父帮她点的 帮她见说要见在哪里 这样子 师父当初就是 他跟他讲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己 就是益经 我们现在我们原创法师教你们的益经 就是真己 真己 师父就本着台湾主持的精神 一直来 台湾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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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常常去哦 因为师父每次都跟我讲 主持的 又来啊 又来啊 我就问师父 没有 他来坐在哪里 他说坐在那里 你们以后去仙活寺哦 仙活寺 那个 事务部 事务部前面是不是一个水池 啊水池 门一出来 水池的旁边就有一个大石头 那一个大石头 就是台湾主持 坐的地方 那师父怕说 我们这些土地也把他抬起来坐 所以师父把他猜一顿 观世音菩萨的金身在那里 你去看 哎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金身 那些桌头哦 的旁边都有一张熊 那种熊很趣哦 会帝的熊的召 你去哦 你去生死了 那些桌头的旁边哦 你把它看哪里像有的 的手啊凉的啊 你就用去哦 你去用手摸 拿来片子看看 哦 那有够香的啦 啊因为哦 我去建设生日时的 师父帖我去建设生日时的时候 那些桌子都会帝 会帝 会帝那个 上的汁 汁意 那师父过去开了就叫那个 玲珑帽 林师兄拿着碗 就去把那些召 把他抬起来 把他跪在碗底了 看哭 哭整碗哟 啊 哭好才用那个召 啊 师父才练作丹 练好 那个召就停了 那个召就停了 就没了 很奥妙的 很奥妙的 那师父就正常是阿弥陀佛来倒胎呢 正常阿弥陀佛的 那来倒胎在我们的贵人看西川 他是一个公务人园就是腾腔的政园 长长的职员 还有一天他年月后了 翁姓的时候他又撤起来呢 翁姓起来 撤起来 开始说十个十个十个的这个开始 让这个杨大师我们思绩讲得听 所以英国三十万年前我们来的时候 思绩讲得常常开始 台湾祖书的开始 台湾祖书的开始 今天在书记说我也说一个开始 说最近台湾祖书有开始啥呢 说哦 你要什么得什么 有一个方法 你今天有去吃饭吗 你没有啦 我说给你听 说啥 说哦 阿弥陀佛啦 就是 就是你想要什么得什么 这是台湾祖书就是 阿观世音菩萨 这两个法导 你要得什么就得什么 阿书也说说 英国破变的时候 就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啦 啊十五岁又开始哦 开始一项又更厉害哦 初开始啥呢 就是 阿弥陀佛的法 再加上观世音菩萨 再加上奥陀佛座三尊 综合起来的一个妙法 叫做 摩河波浪波罗蜜 您听得好哦 这句话不是说 孩子要靠台湾 要设置这么用的了 祝大家阿弥陀佛 祝大家阿弥陀佛